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多数的情况下,北极熊和哈士奇是完全遇不到的两种生物 可是这天北极熊捕食的时候,遇到了哈士奇 竟然抱在怀里,一天都不撒手 哈士奇表示不敢动 这天,北极熊在外出捕猎的时候,竟然十分意外的遇到了一只哈士奇 因为我们都十分的清楚,哈士奇的智商十分的低 所以很多人都忍不住的为哈士奇咽了一把冷汗 可是让人印象不到的是,这只北极熊十分的喜欢这只哈士奇 所以直接一把就将它抱在了怀中 但是无论北极熊怎样表达自己的宠爱 哈士奇都感到十分的恐惧 在北极熊的怀中十分的僵硬,完全不敢动 没想到,就算是北极熊在遇到戴蒙可爱的哈士奇的时候 也会情不自禁的想要 让哈士奇抱在自己的怀中,简直是承包了我一年的梦点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